好 要过年了 台股今天就要封关了 那么今天早上大盘一路冲啊 收复了9100点的关卡 也创了马总统上任以来的新高 那么一开盘小涨27点 特别很多人在盯着看股王宏达店 昨天涨了22点 来到了975点 今天再毛起来一冲就可以破1000了 投资人有信心 但是分析师提醒 想要报股过年 考虑长期的题材性非常重要哦 股票交易员电话响不停 又一笔买单敲进 台股封关日婆婆妈妈一身红衣 看大盘表现很乐观 看红 国太监也有了 什么嘉义也有了 什么这个这个新美籍啊 强在封关前能买尽量买 盘面红通通连续三天上涨100多点 27号更收复9100点整数关卡 创马政府上任新高 28号一开盘小涨27点 股王宏达电有外资压宝 一度冲上998 对他有信心 会到最少1000块以上 投资人有信心 不过分析师看大盘 封关前涨势拉回 电子龙头红海 入主一头搞乌龙 永红转绿 加上台币汇率不算稳定 资金转向金融股 想抢赚红包行情 分析师建议 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 或是太阳能肋骨都算不错选择 都想报股过年 甚至于想最后天还买点股票 来报股过年 赚点红包钱的话 那这个题材性的考量是必要的 台股封关已经连续12年收红盘 选对标的物 也许能抢在过年前 再赚一个小红包 中天新闻 羽络为范新鱼 S日小组台北 再见